東方人求生西方 西方人求生哪一方 那你會怎麼回答 我的回答是求下當下這一方 六祖輝神大師他迫斥的說 東方人求生西方 表示你有東西的執著 那請問西方人難道求生東方嗎 不 求生當下的你的這一方 就是你的自信彌陀 也就是說真正在證物的人 他沒有好壞的分別 沒有白天跟晚上的分別 沒有自他的分別 所以在他的世界是平等無二的 所以西方人求生哪一方 求生當下這一方 就是你的自信彌陀 因為六祖輝神大師在世的時候 他看到很多執著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卻忘了真正的佛是哪裡 在你的心中而成就的 所以他要破斥這樣的人 所以他告訴你 東方人求生西方 那西方人求生哪一方 以此類推的話 我問你南方人求生北方 北方人求生哪一方啊 東西南北都是眾生的分別 都是由你的心寫線的 看回經文 所以當這樣大乘根性的人啊 他一聽到這個盛生的信解 他知道心就是佛啊 佛就是心 西方極樂彌陀啊 就是由你心顯現 但是不可以直理廢事 就說那我就不去極樂世界了 在這裡修就更好 錯 這裡你就看不到七宝 蓮花 你看不到黃金為地啊 在這裡呢 你每天早上沒辦法 騙共諸佛啊 所以他一樣 很肯定阿彌陀佛的大願 乃至獲得 頓號一念的清淨心 發一念的心 念於比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所以他還是發願求生極樂淨土 接下來再看得到什麼結果呢 請看 甲二 往生聖妙果德 各位如果想要了解 這個無量壽經裡面的科判 可以看靜中學會有出的 無量壽經科判 我這邊是挑重點獎 這樣的人臨命中時 他在定中或夢中 可以見到阿彌陀佛 一定往生極樂世界 得不退轉 無上菩提 好 現在我講 見佛有幾種狀況 我沒有打在上面 你自己寫 第一個 是在緊急苦難的時候 見到佛菩薩 比如說你今天發生了車禍 突然看到 哇 天空中 大悲觀心音菩薩來救你 很好 這是你多生多節的善根 這是真實發生的 第一個 緊急苦難 第二個 是在睡夢當中 夢見佛菩薩 第三個 是在你修禪定的時候 送經的時候 你在送普賢行願品 或無量壽經的時候 心真的很虔誠專注 這個看到極樂世界就現前了 這是在修持的時候 或禪定的時候 第四種 是在臨終之前 要往生前幾天 你會做夢 夢到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會告訴你 哪時候來接鄰你 這個是真的 不是假的 最後有些人是在花開的時候 他才見佛 花開見佛是第五種見佛的情況 所以能到見到阿彌陀佛 是你多生多節的善根 同時也是阿彌陀佛的願力 所以這一心三倍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請看這一心三倍 會基本從哪裡來呢 從唐義 請看六十一頁 第二十五行 唐義阿南 若有眾生 助大乘者 以清靜心向無量壽如來 乃至十念 念無量壽佛 怨生彼國 聽好 有時候翻譯為 翻為阿彌陀佛 有時候翻成無量壽如來 阿彌陀佛是指化身佛 無量壽如來是指抱身佛 這兩個有點不同 接下來 聞聖身法及身性解 心無疑惑 乃至獲得一念靜心 發一念心 念無量壽佛 這樣的人臨命忠實 就像在夢中一樣 見到了無量壽佛 一定會往生 得不退轉 無上菩提 好 請看 換燈片 接下來就是一心三倍的人 會看到的境界 首先要很感謝 上海佛學書局映行的 觀金圖送 我三倍九品往生的這個照片 都是從他們翻拍的 也謝謝他們提供 能夠利益很多眾生 從學術的角度來講 我還是應該要說明 資料從哪裡來 免得這樣就變偷盜 因為將來這個DVD 將來會流通很廣 流通東南亞 乃至甚至流通全世界 所以將來他們也會看到 所以要感謝上海佛學書局 他們提供 那你看 一心三倍的人 也看功德跟深淺 剛才說過 假如一個人是修天台中的話 他跟誰有緣呢 有些是跟觀世音菩薩有緣 臨命中時候 他也會看到西方三聖 尤其看到觀世音菩薩 變成八萬四千 像八萬四千隨行好 像虛弥山一樣 廣大無邊來接他 請看 萬燈片 所以就像大悲觀世音菩薩 在觀金裡面長 他光中可以顯現度六道的眾生 你看觀音菩薩 右邊三善道 左邊三惡道 有沒有看到他三惡道的眾生 然後觀音菩薩的頭頂 他也可以化現西方三聖 為什麼呢 因為觀世音菩薩過去已經成佛了 正法名如來 他正的功德跟阿彌陀佛是無二無別的 只是眾生喜歡分別 所以他才顯現為觀世音 不但觀世音菩薩如此 再看下面 大士智菩薩 他舉身可以震動十方國 所以大士智菩薩又叫無邊光赤身 大士智菩薩 而且他放光的時候都是放紫金色的 那在經文裡寫 大士智菩薩跟觀世音菩薩 長得一模一樣 功德一樣 差別只有 觀世音菩薩的頭頂 有一尊占的阿彌陀佛 大士智菩薩的頭頂 因為他過去的願力 所以他頭頂有一個寶瓶 只有這兩個不同 其實觀世音菩薩跟大士智菩薩 兩個長得一模一樣 代表他度眾生的功德力 都一樣圓滿 所以這是一星三倍的人 會往生的 所以由此殊勝 因此中國從唐朝 魏晉南北朝以後 所有其他宗派 修天台宗 律宗 修宗觀 唯士 三論宗 弘揚 華言 法華經 波爾經 維摩截經的人 最後呢 通通都念佛 也求生极樂世界 舉一個例子 智者大師就求生西方极樂世界 智者大師現在就在西方极樂淨土 他雖然修華言經 不 對不起 講太快 他雖然修法華經 念唯摩截經 也念摩赫波爾波羅蜜經 但是他也修光無量受佛經 所以智者大師每天是念觀經 做他的定課 當然他修止觀 他是非常了不起 中國教官雙美的天台宗主師 他也發願求生极樂世界 民國時代 大家知道 印光大師 虛影老和尚 鴻翼大師 很多人也求生极樂淨土 所以表示說 這一星三倍的目的是 可以射受其他宗派的一切高僧大德 最後也可以求生极樂世界 而快速成佛 這是我要講的主要用意 接下來看62頁 往生正因 24品是講往生上中下三倍的果 接下來那他們修什麼因呢 在經文裡簡單的介紹 請看 在這個往生正因裡面 請看幻灯片 大概可以分為四類 你要抄的話也可以 我先把它打出來 第一類上倍往生的叫 進食經戒 二利得生 這來自於五量壽經的科判 他很認真的每天誦經 而且敬一生守持自己所受的戒法 二利得生就是自利與利他 自己修行之外 也隨緣隨便的幫助很多很多的眾生 這不論在家出家都可以做 這樣往生的 是上倍往生 第二個是中倍往生 至少要精修十善夜道 五戒十善要持得很好 自利得生 就是他的因緣跟功德力 沒辦法幫助很多眾生 但是他自己卻昼夜很精進的念經念佛 這樣子也能往生 第三類我想可能就是在座 現在各位的臉友吧 忙裡偷閒正念得生 現在的人越來越忙 不論在家出家 Beezy and Lazy 忙裡偷閒的時候想一想 哎呦 如回很苦吧 趕快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你不要忘記我 那這樣的話也有希望可以往生 這叫正念得生 你命中正念分明 第四類呢 是度大乘者 刚才講 其他的宗拜的人 也可以以他修行的法門 發願回向求人極樂事業 叫助大乘者 而且可以往生 往生也非常的殊胜 簡單分為這四類 所以下面的經文 我就用這四類來解釋 請看第一類 請看六十二頁第四行 看聖音 科畔裡面 經文裡面我有加紫色的 那是科畔 還有妙果 請看 父次 釋迦摩尼佛對阿南尊者說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聽到這無量壽經或淨土法門 非常的歡喜 願意呢 授持 讀送 書寫 供養 昼夜相遜 求生比差而不中断 第二 他能夠發菩提心 持出境界 堅守不犯 第三 他盡心盡力地幫助一切的友情眾生 所做的善根呢 都能夠布施給一切眾生 與一切眾生分享 令他得到各種快樂 這樣以此功德呢 常常想念西方极樂世界 阿彌陀佛 及彼國土 請把意念兩個字畫起來 意念 意念是心想 這就是我這次講座教你們的意念 意念阿彌陀佛 想阿彌陀佛 不單是嘴巴念 心也可以意念西方阿彌陀佛 接下來 請看 妙果 这样的人 离命中時 如佛的色相 種種的莊嚴 身保擦中 一刹那之間又往生淨土 快速文法永遠不退轉 这是指 第一類 能夠受持经论 又能夠持戒 又能夠利益眾生 又能夠發怨迴向 那當然這是呢 很殊胜的 不論在家出家都可以做得到 接下來看送意 送意里面也是這麼講 請看六十二頁第十行 父知善男子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父子阿男 对不起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到這個經典 愿以授辞 读诵 书写 供養 昼夜相续 求生彼岔 世人离命中时 无量寿如来 与所有的圣众 就会陷在其前 精虚于一间 景化起来 一坛指 一刹那之间 他就去极乐世界了 他没有停很久 也不用进过中阴身 他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不退转于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接下来 父子阿男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发菩提心意 持诸境界 坚守不犯 饶益众生 前面那一段 他主要讲是 受持读诵 书写 供养 昼夜相续 下面的第二段 送义的主要的 这个人 持诸境界 坚守不犯 所以持戒跟念佛 两个都很重要 持戒也有很大的功德 不论持在家的五戒 或是出家人的戒律 或沙咪沙咪尼戒 或比丘比丘尼戒 持戒也有很大的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戒定会 三个是一体的 所以持戒坚守不犯 饶益友情 所有的善根 都不失给众生 令得安乐 意念西方 无量寿如来 几比国土 这样的人 临命中时 他得到妙果 如佛色相 种种庄严 一刹那中 往生宝刹 所有的 莲池海会 佛菩萨的 圣众都围绕他 他会快速地 闻法 而且永远 不会退转 最后会震得 无上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这是上辈 净利经界 恶利得生的人 接下来看第二类 请看六十二页 第十七行 叫做 精修实善 自利得生 请看经文 父子阿南 若有众生 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他的姻缘 没办法 每天很精进 因为他很忙 有很多世间的工作要做 家庭的责任要做 照顾 他没办法很认真地修禅定 他因为生活环境 也没办法持很多的戒律 比如说有很多人 受五戒的时候 他的工作场所里面 他就没办法写受持九戒 因为他要商场要应酬 所以他五戒里面杀到 一望九 最后一戒 他没办法去受持 那怎么办 没有关系 你还是要尽心尽力 要当作善 虽然你没办法 大精进禅定 尽持经界 但是你的心要很善良 还是可以精进修行 要做什么呢 写到下面 大家注照了 十善业道 一不可以杀身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这是身三 有三种 口不可以妄言 其余 两舌跟恶口 意不可以贪嗔痴 那在这里要特别提醒 很多老菩萨 不要恶口 不要两舌 很多的连友都喜欢讲八卦 这样不好 连友应该讲佛法 鼓励大家 你好不容易才修了这么多功德 对不对 你每天在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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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你在恶口 你也在两舌 甚至还妄语 甚至还讲旗语的话 那变成了什么呢 看这里就像茶杯 你上面每天修了阿弥陀佛 很多很多的功德也诵经 结果很不幸啊 你的这个茶杯有很多的漏洞 你的功德都漏光光啦 尤其是口业最容易犯 所以讲话要谨慎 讲要讲佛法的话 讲鼓励别人的话 而不要去讲乱七八糟的话 第三类不要贪嗔痴 这个比较难 慢慢来 诵经念佛拜灿 求止观 贪嗔痴你慢慢就会调服 所以要先从口先守住 第二个身不要造沙道淫 好在这里有一个连友问一个问题 师父请问放声的真正意思 以及他的款项可以做其他的用途吗 听好放声他真正的是 想过来讲不要伤害众生 注意听这一段 放声是为什么要放声 看到众生被杀害的那一刹那 我要去救度他 所以要放声 他的意思是这样 放声得到健康跟长寿的果报 这是佛在《史善宴道经》讲的 那反过来讲 现在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大家病痛很多 想要健康长寿 所以你要放声 可是我觉得 现在的放声呢 有很多呢 是变质的多 我没有否定放声 因为放声本身是佛陀说的 佛陀说为什么要放声 要救度众生 第一个 不要杀身 所以放声并不是说 初一十五 我要做功德了 来来来来 打电话去 给我照鸟来 抓五百只来 我们有钱 付钱了 请问你是在放声还杀身呢 你只是在满足你一个 我只要做功德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功德 反而只是福报 你知道注意听 我没有反对放声 但我要提醒的是 现代放声要有智慧 要用不同的方法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想健康长寿 我们都希望不要病痛 我们要健康长寿 不要有灾难 所以我们的希望 重放声的因 可是现代的时代 我觉得要有智慧 是因为放声不是像那样 真的放声 我可以告诉你 第一 不可以预定 第二你今天要放声 好 比如说你今天是你的生日 可以 起来念大悲咒七遍 念观世音菩萨 然后到市场里去看 有没有众生你可以救 我想新加坡很难 对不对 新加坡通通都是 market的通通杀好了 对不对 那你放什么声 对不对 那你说我要放鸟 放掉鸟你知道吗 现在鸟 一放一杀 飞到外面去 它活不了一天 没有免疫力 就死掉了 所以你要 我们佛教徒有时候 被基督教天主教批评 我们真的在放声 还是在杀身呢 有时候我们得很诚实 也很谦卑地静下来 想一想 所以我的建议 像我们台湾 我们就有菜市场 你出去看到 要被杀的那个鱼 你就跟它买下来 注意听 你不要跟它讲你放声 因为它知道你要放声 加三倍的钱 那请问 你是在掌养它的贪心呢 还是你真正做了功德了呢 所以我的建议 现代的放声 听好 完整地说 这是我个人浅见 你做参考 我不一定对 我觉得最好 不改成 护声 放声 跟医疗基金 一起加起来 若是各个佛堂 你定义的话 广义一点 不要只算狭隘地放声 假如你只是定义 在放声的话 严格说 款项不可以挪用 因为这有备因果 你建庙的就是建庙 点灯的就是简灯 硬金的就是硬金 放声的就放声 除非你打电话 问的这位联友说 对不起 我们的放声款项很多 我们想把它转为医药基金 请问你欢喜心同意吗 假如他说 很好啊 我同意了 那你才可以动用 也就是说 第一个建议 你的款项的名字 可以定广一点 像我们台湾 现在叫护声跟放声 跟医疗基金 是整体的 第二个 我觉得现在 现在有个问题 假如人 一个人快要死了 一个是狗 也快要死 请问你先救哪一个 赞成救人的请举手 你觉得我要救狗的请举手 对 你觉得我两个都要救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你觉得两个都不要管的请举手 你最后一个太没有慈悲心了 好 答案注意听 假如能救 当然两个都要救 可是注意听 假如真的你的姻缘跟财力有限的 应该先救人 为什么 人可以继续修行 人有善根 至于狗呢 你可以念佛念咒 让他解决痛苦 希望他来生投胎做人 或生到天上 山善道 继续修行 所以真的要有智慧 另外一个我会建议是什么 医药基金 不管佛教跟非佛教 全世界的医疗基金 你可以捐钱 还有 虽然我是佛教徒 但是我公开的很赞叹 基督教天主教的世界展望会 你知道吗 他一年就八百万南非的人 所以听好 不要把这些钱 浪费在烧银子名子 造成环境的污染 也造成了 你只想做功德 满足你的我职 你要有智慧 放生是佛制的 但真正心中不要杀身 才是重要 进一步还升起大悲心 救度众生 教他佛法而好好修行 那意义不是更大吗 所以我最后要说的是说 放生这个心是对的 可是我觉得放生的方法 应该做时代而改变 尤其你要放海边的鱼的话 不要说新加坡 现在我们台湾 海边也管得很严 有很多鱼放下去就死掉了 那你为什么要做那些呢 你把那些钱去帮助 育幼院 孤儿院 养老院 除记的 或是贫穷的教育的 无家可归的 不是功德更大更大吗 我这个问题只能回答到这里 所以 注意听 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不要杀身 尤其是你的家人 结婚 婚丧喜庆的时候 你知道了 为了办一桌酒席 杀掉多少的众生 当然你会说 师父你讲得很好 很难 我们家就是这么固执 怎么办 那没办法 叫凉拌 一半婚的一半素的吗 减少一点不是好吗 你不知道你家人为了结婚 那一次的酒席 二十桌三十桌 很风光 死掉多少的众生啊 所以在婚丧喜庆 还有爸爸妈妈生日的时候 宁愿坚持 那一天最好全部吃素 会比较好 比较好 甚至你不要花太多的钱 把爸爸妈妈这些生日快乐 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情 教育 文化 慈善 医疗基金 弘法基金 那你的爸爸妈妈 才会得到无量寿 接下来再看 不能讲太多了 再讲太多不行了 再看 请看六十二页 如是昼夜 请看六十二页第十九行 如是昼夜思维 请把思维画起来 思维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功德 种种功德 种种庄严 所以你家里不但挂西方三圣 若挂极乐世界 净主图 你常常禅修 想佛的功德 想菩萨的功德 眷属的功德 或想净土的功德 这个也是往生的正因 他不单局限指说 我一定要拿一个念书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才叫修行 你思维极乐世界的功德 也是正因 接下来 至心归一 灵力供养 就是要常常拜佛 尤其很多老菩萨都会问我 师父我身体不太好 怎么办 拜阿弥陀佛 108拜 我拜阿弥陀佛 48大愿 这是真的好 你说师父你很会出功课 我叫你做的我都做过 我才知道它的利益 老菩萨身体不好 拜佛 慢慢拜 你刚开始会拜不舒服 108拜 那就先拜一半 49拜或50拜 然后休息一下 慢慢拜 刚开始你很少运动 你拜佛的时候 会增长你的心脏功能 拜佛也会参除业力 拜佛也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拜阿弥陀佛 48大愿也更好 接下来 妙果 世人灵命忠实 不经不布 心不颠倒 记得往生 彼佛国土 请把不经不布 心不颠倒 画起来 有些人 他若没有听闻佛法 平常没有精进 老师说 临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 佛脚是很难抱得到的 为什么呢 佛脚太大了 所以你看 你的心会 惊吓又恐怖 甚至有人心会颠倒 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也曾经去 帮人家助念 结果这个人呢 就遇到 幽民界众生 那最后怎么办呢 你看阿弥陀佛也没有 最后我想 哎呀 那我们念观世音菩萨 还是没有用 后来他家人跟我讲 师父 他是念地藏菩萨的 我说好 那我们就念地藏菩萨 结果我们就念地藏菩萨 然后家人坐在旁边 念地藏经 就拜地藏菩萨 很虔诚的拜 当他地藏经念好了之后 我们念地藏菩萨 圣号好了以后 他念头就活回来了 就清醒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话 现在教你念阿弥陀佛 然后呢 就念佛 然后就在佛号身中 就走了 所以有很多的业力 是心会颠倒的 那平常要用功 看第三类 忙里偷闲 正念得生 请看圣音 假如你有很多的事物 不能离开家 又不能休灾界 一心清静 有空闲的时候 每天做完工 上完班 有空闲的时候 请少看一些歌仔戏 连续剧 请你端正身心 放下你的欲望 放下你很多担忧西 担忧东 担忧的事情 真正的心想一想 轮回很苦 我现在要精进 要欢喜心 还有 不要常常乱发脾气 嫉妒心 也不要贪贴迁徙 贪是很贪 贴呢 都是喜欢吃好吃的 像有些人吃素 很受不了 他偶尔呢 吃一个礼拜的素 以后就要跑去 吃一个燕窝 补回来 然后下个礼拜 出衣食物 又再吃一顿 吃完了以后呢 到月底受不了呢 又去吃海鲜 偷偷吃三天 再回来 这叫做贪贴 贪啊 贪口腹之欲 迁徙就是很吝啬 然后呢 不得重悔 就是做很多善事 不可以常常后悔 听好 佛叫你做功德 没有叫你布施全部 有几个连友 最近来见我 说师父 经济很不景气 怎么办 我说很好啊 念朴贤行愿品吗 他气死了 不太高兴 他说师父 我就没有钱了 还要布施吗 我说对 就是你没有钱 更要布施 注意听 佛讲 假如你有钱的话 我用心币比 你们会比较懂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 新加坡人 哦不 我是台湾人 对不起 没有开玩笑的 假如你有心币一百块 要分四分之四份 第一份 要孝养父母 要照顾爸爸妈妈 因为爸爸妈妈的功德 等同佛恩 你不孝顺父母 是不可以的 所以不管你做啥 赚多少钱 四分之一 变成呢 供养父母 四分之一 自己养家 吃饭 活口用 不管是单身 有家人 你要照顾自己的家 四分之一 供养三宝 做功德 或者救济 贫穷的人 四分之一 要存起来 以便有不时之需 万一有发生意外 或病痛 或有灾难 你才有钱 这是尊贵的 释迦摩尼佛 在大宝基金里面 教佛弟子的 佛没有那么酷啊 天天要把你所有的钱 通通捞到佛门来 我只会念 all money pay me home 不会念 all money come to my home 也不会呢 all money come to my temple no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没有福报 所以你要四分之一 供养 在供养的时候 拿一个红包 接下来是我的解释 注解 拿个红包 跪在佛前 西方三圣 发愿 我虽然没有钱 但是我有一些 帮助众生的心 希望我捐的钱 可以成佛的加持 变无量无边的功效 去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希望离苦得乐 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来闻佛法 也希望所有的众生 能够去极乐世界 接下来就算你捐 只有十块心币 你的功德都会变 无量无边 然后你再捐到 你要捐的地方 世间的医疗机构也可以 佛门的正法道场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他希望你 布施四分之一而已 四分之一 要效养你的父母 四分之一 你要自己留着吃饭用 不然你会给家人 带来麻烦 四分之一 要存起来 准备呢 就是紧急 灾难而用 所以不要 奸贪又吝啬 也不要做功德 常常后悔 这里讲 不得重悔 为什么呢 做功德后悔的时候 将来功德会减半 有些联友呢 本来要做功德这样 本来想要给五十块心币 丢进去以后想 哎呀 早知道我偷十块就好了 那你要想清楚吗 又没有人逼你 对不对 你常常后悔的话 功德会减半的 接下来 不得狐疑 我不是开玩笑 我是讲真的 不得狐疑 就是对于这个 极乐净土的法门 不要常常乱乱听 乱乱说 而怀疑 假如你有怀疑的人 还是一样 多深入精障 多拜阿弥陀佛 你的业力 忏除了 你对这个法门 疑就会比较少 接下来 要当孝顺父母 而且要真诚 做人要忠信 接下来 当信佛经与生 当信做善得福 佛经讲的话 绝对有道理 而且做善事呢 一定有他的善因善果 绝对不会跑掉 奉持如是 如上 释迦摩尼佛 所说的教法 不得窥失 接下来 要常常去思维 熟记 佛经的道理 希望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得到 度托 以此心 昼夜常念 愿欲往生 阿弥陀佛 亲近佛国土 时日时夜 乃至一日一夜 不断绝着 灵命中时 一定往生 所以可见 真正念佛功夫 要一日一夜 这就是为什么 有很多地方 要打佛妻 好 我终于把 第三类给讲完了 接下来看六十四页 从六十三页的 多种版本 请你自己读 好不好 因为时间有限 请看六十四页 第二十六行 第四类 诸大乘者 往生妙果 六十四页 第二十六行 行菩萨道者 诸往生者 都得阿维悦志菩萨 就往生以后 一定会得到 阿维悦志 前几天讲过 就是八地 不动地菩萨 每一个人都 具金色的三十二项 一定 即一定 保证会做佛 将来 这样的大乘行者 注意看 妙果 幻灯片 他将来想要在哪一方 个佛国土 自己发愿做佛 度他有缘的众生 满他的所有心愿 可是在没有成佛之前 注意 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还要看你谁用功 随其精进早晚 求道不休 假如你每天 西方极乐世界 你还精进用功的话 你就会很快成佛 有人到西方极乐世界 每天这样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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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成佛 慢一点 所以答案最后是什么 阿弥陀佛创造这个极乐净土给你 就像最好的学校 假如你不用功读书的话 不会当掉 好消息是不会当掉 因为你不会踢回来 继续轮回 但是呢 你也不会及格 所以呢 你还是要靠你用功 所以到极乐世界 先精进的人啊 一定先成佛 请看 会当得之 不失其所愿也 你要怎么样广度众生 都一定会满你的愿的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这是第四类 祝大乘者 往生妙果 好 请看 阿弥陀佛广大无边 阿弥陀佛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 鬼大功德力呢 因为呢 他正如十方一切诸佛啊 乐如漏敬愿一般 他身心是清净的 所以他永远在救助众生 他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无量的光明 光中化佛利益众生 好 关于这个祝大乘者呢 请看六十五页 第四行 无意 佛言 欲求 做菩萨道者 生阿弥陀佛国者 其人然后 当得阿为悦智菩萨 阿为悦智菩萨就有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子魔真净色身 就像佛一样 而且将来一定会变得万德庄严的佛陀 所以他的愿望呢 还在他所求的 想要在哪一方 哪一个佛国土 怎样度众生 绝对会满他的愿 请看幻灯片 我加了一个紫色 假如你到他方世界度众生的话 你怎么知道他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啊 答案是他绝对不会堕入三恶道 不会堕入到尼离 禽兽 这是指地狱 恶鬼畜生 三恶道的不同翻译 也就是说 从极乐世界来的人呢 绝对不会堕三恶道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成愿再来的大菩萨 他的功德力没有恶业 所以他一定也不会堕落 随他精进求道 早晚之事 同等耳 求道不休 会当得知 不失其所愿也 这是第四类 讲万 所以你看 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我想这张照片 我常常放了四五次 因为阿弥陀佛呢 是非常的庄严的 跟你一般想象 他站着临终皆引是不一样 他是万德庄严的 而且呢 我也非常喜欢这张 光中化佛无数亿 所以你畅战的时候 要常常想佛的功德 为什么呢 总结 请看六十五页第十行 阿难以此毅力固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 无有等等 无边世界的诸佛如来 都共同地称阳赞叹 无量受佛的所有功德 请看幻灯片 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 一定赞叹西方三圣 广度众生的功德 没有一个人会毁谤 阿弥陀佛的 也没有一个人会 嫉妒大悲观世音菩萨的 真正成佛的时候 他是无我的 他一定赞叹西方三圣的功德 为什么 西方三圣在十方佛国土里面 度众生是排行榜第一名的 假如你要做比较的话 所以看这张图片 左边的就是西方三圣 右边无量的诸佛都合掌 赞叹西方三圣 所以你为什么要毁谤净土宗呢 你不修净土也可以 可是呢 那你不要毁谤 因为连诸佛都赞叹西方三圣的功德 赞叹西方三圣 每一秒每一分都度无量无边众生的功德 虽然你欢喜听了这次讲座 将来你修不修这个法门 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若欢喜 希望我们将来 廉池海会愿相逢 若你不相喜也没有关系 将来我到了极乐世界 聘供诸佛愿的时候 我会做大宝莲花去找你看你在哪里的 直接看下面 十方佛占阿弥陀佛的无量无边功德 对不对 没有一个佛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也赞叹 我可以告诉你真话 未来的弥勒菩萨也会赞叹无量寿经的 也讲无量寿经的 未来的弥勒菩萨也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 乃至呢 显结第六尊佛 狮子吼佛 也就十七世噶玛巴的成佛的化身 他也赞叹西方极乐净土的 所以要想一想 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么伟大 因为他的愿力广大无边 所以弥陀佛成为大愿王 弥陀佛成为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是他有很深很深很深的意义 所以你不接受这个法门也可以 但不要毁棒 因为棒正法损失的是自己 好 接下来我有个最重要今天要讲的 因为今天是礼拜天 对不对 请看 假如今天你就是最后的一天 要去极乐世界 请问你该准备什么 我打出英文 If today is really the last day in your pleasant life What should you prepare for being reborn in the Buddha Amitabha Pure Land 请问你现在今天就往生的话 为什么你会知道自己往生呢 因为人会有自觉 举个例子 你今天怎么知道 哎呦 我今天发烧了 我要看医生了 因为你身体不舒服 你有觉得 对不对 你觉得哎呦 我今天拉肚子了 我的胃肠不太好 你有自己的身体 但你有你自己的决心 假如你觉得你的生命快要静的话 其实你也会知道 你也知道 中国人有叫回光返照 这个人看看他可能不太久了 对不对 可是怕的是什么 你明明要让生命已经业力快静了 可是你不想走啊 这就麻烦 所以假如今天是你最后一天 你要去极乐世界 请问你要准备什么 我把它先写下来 好 我让你操 专心听 这一段是全部奖经里没有写的 为什么 这是我在商业经社 教临终关怀我们学生的 下面的资料是我的学生打字 而我校对用的 所以注意听 你可以先操这七个 注意听就比较重要 你不用急的说 哎呀 好像师父 我有很多没听到 先把这些抄起来 第一个要先写遗嘱 当然遗嘱最好你预签先写 但灵命中最后一天啊 你会心改变的 所以你可能会改变你的遗嘱 那假如老菩萨你不会写遗嘱 我知道以法律来说 录音应该也有效 所以你可以买MP3 叫你儿子录音 第二个 第二个 你一定会有很多心愿要做 所以临终的时候 你要讲出来 不要让家里去吵 对不对 妈妈大概要这样做 举个例子好了 有人脸有问 师父 我妈妈说她要土葬啊 结果我没有照她的话做 然后呢 我帮她火化了 这样有没有罪过 我说她会恨你啊 她真的会恨你 这是我讲真的 所以土葬跟火葬 或是水葬 或是我们台湾现在流行 树葬 知道吗 最近刚刚往生的圣言法师 他就发愿视线在台湾 做树葬 他的骨灰是种在树底下的 很了不起 是为大菩萨 所以你有很多你的心愿要写出来 第三个 今天要走了 你要栽戒沐浴 因为你要见佛了 所以你应该今天欢喜 你能洗澡就洗澡 不能的话 请人帮你擦身体 第四个 先要忏悔跟发愿 就是你今生啊 一定有做过很多很多 有意跟无意的这个坏事 不管有意无意 那你要好好的忏悔 当然平常都要忏悔 可是你现在是断气这一天的话 你更应该忏悔 接下来第五个 你有气力的话 你就要诵经 接下来第六个 先回向 注意听 我不是先念佛 我是先回向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最后一天了 所以把你忏悔 发愿 诵经的功德 先回向 回向完了以后 就不要讲话 就开始念佛 这时候你的心会更清静 就等阿弥陀佛来接你 这样了解吗 我要解释 平常回向是最后一个 可是最后一天的话 是应该先回向所有的功德 然后开始念佛 当然念完佛以后 有人若帮你做佛事 也可以再做一次回向 可以 可是我这里是讲说 你要把你灾界沐浴 忏悔 发愿诵经的功德 先回向给一切众生 因为回向 也会帮助你往生净土 第七个 才开始念佛 或念咒 那这里念佛念咒很有趣 我上次说 现在时代不一样 是多元文化 所以你注念的时候 要人家念什么 最好在遗嘱里写清楚 我要念六字大明咒 还音调哪一块CD的 请做个记号 上次我也说 真的台湾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就是这样 一个人我们全部放上去注念 结果呢 他已经有一点昏迷了 他突然说 吵死人了 不对 我是念地上菩萨来啦 我们全部放上去念阿弥陀佛 他说吵死人了 我是念地藏菩萨 结果我们说 哦 那我们就敢是敢念地藏菩萨 是真的有这样的众生 因为众生他很执着 所以 你要念什么 佛号 你要念本世世交摩尼佛 也可以 但是你要求生西方极乐净土的话 最好念阿弥陀佛 好 接下来我讲解释 请看 第一个 以上这七条 我是以净土中的往生路 我自己归纳的 第一个 先写遗嘱 想 你想要留下些什么东西 还有你想布施哪些东西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圆满 举一个例子 有人就会说 哎呀 我还有一个愿望 希望把我财产分几份 有一份呢 我要供养我西藏的老师和仁波切 我有一份呢 我要供养某某基金会 你要先写清楚 你不写呢 孩子会吵架的 第二个 满你的心愿 你若不讲清楚的话 后人会吵架 你讲清楚以后 后人就按照你的心愿去做 你不讲的话 子孙甚至在你还没有断气的时候 因为恶业现前 就开始为了争财产吵架 那时候你听到吵架的声音 你会非常的痛心 甚至有些起撑心 然后他就堕入地狱道了 去不了极乐世界 这点要很谨慎 所以 假如你自己是如何 你最好应该呢 在遗嘱里面先写清楚 这边插一个 师父 我本身已经皈依三宝 受过五戒 内心深处里面 身念三宝 矛盾之心 常常是我的子女 都常常信奉各个外教 而且都游说我 骗我 甚至要跟他们的信仰 请问师父 年老的我应该怎么办 要如如不动 真的 我想这个问题 在新加坡比较明显 我们台湾不会这样 我们台湾也有基督教 天主教 也有回教 也有一贯道 我们台湾比较不会去 强迫爸爸妈妈 在临终的时候改我们的 我们会反过来 孝顺妈妈 爸爸妈妈 满她的心愿 或许 我猜 我没有政治立场 或许这个国家 因为多元文化 所以大家都会拉 我也听过 我也听过说 假如我的本身是 我也听过一个联友跟我讲 他说师父 我本身是佛教徒 可是我的女儿 欠起来非常一个帅哥 非常 handsome and sexy 的这个 回教徒 那他一定要跟他 那怎么办 凉拌 因为呢 以你们的法律 好像这个女儿 就要必须 信回教 对不对 那是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才这样 台湾没有这样 所以我觉得 你们应该跟政府争取 人有权利啊 为什么一定 我要信你的宗教 你可以跟人家讲啊 你吃白菜 我吃高丽菜 为什么要强迫 我跟你吃一样的菜 从人权的角度讲 human right 你有权利讲 挺好 我不是要你上街 示威游行暴动啊 阿弥陀佛 这不是我意思 我说 你有权利去跟他讲 我不接受嘛 所以我觉得 这位老菩萨 你的心是很好 或许你的儿子女儿 是想关心你 他没有恶念 但是你跟人家说 你吃你的高丽菜 我吃我的白菜 你不要来妨碍我 而且你是 我是你老妈 是你老爸 你就好好孝顺我 尊重我的意愿 你有这样权利这么说 所以你在遗嘱里面 可以写 依照我的意思做 不照的话 违反法律 对啊 你要用法律来 你就这样子讲啊 人有权利 不要临终 因为人家劝你 然后你就改变 其他宗教 那这是你的恶缘 假如你会说 哎呀师父 我一个人敌不过 他们三四个这样 切切念 切切念 怎么办呢 教你拜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会教他们 观音菩萨的功德 禀他大 他会这样子 所以离命中的时候 你要写你的心愿 不要轻易更改你的宗教 至于 也有人有问我器官兼证 我不太喜欢在这个讲座讲 因为太复杂了 讲不完的 我也不想得罪别人 但你有权利 Go No 或Yes 你自己决定 接下来再看第三个 灾界沐浴 请看 你因为知道自己走 今天要见佛菩萨 虽然这个臭皮囊是假的 但为了表示恭敬心 你要有灾界 所以能够洗澡 沐浴 假如你的身体是病痛 躺在床上不能动 注意听 男众的居士 请男生帮你擦身体 女众的居士 连友请女居士 帮你擦身体 因为男女是有别的 要恭敬别人 然后把身体肮脏的地方 擦干净 换干净的衣服 第二 依元启法来说 当天全家人一定要吃素 因为这一天 你不要顺着众生 吃肉以及杀生的恶习 否则这样的话 你会有障碍 甚至你可以立遗嘱来讲 你一辈子都不听妈妈的话 我断气那天 出病那天 绝对吃素 你有权利这样讲 知道吗 我也学过法律 有时候我们学法律 要懂得保护自己 当然你的子女 若是学佛的话 那你最有福报 所以我也要劝 老菩萨们 要度自己的孩子学佛 鼓励他 不是强迫他 假如你的孩子 有善根学佛的话 是你临终最好的助缘 那你说 师父我家人 刚才先生都很难度 怎么办 还是一句话 拜观是音菩萨吧 可见观音菩萨真忙啊 对啊 众生很苦 可是你虔诚的求 还是会转变的 接下来 第四 要忏悔发愿 第一个 先跪在佛前发愿 发什么愿呢 若我过去生 若我现在生 若我未来生 我跟一切众生的 一念的恶心 一念的恶行 一念伤害众生的行为 我都真诚忏悔 你不一定执着 要操这个古汉文 就像你很真心 跟爸爸妈妈讲话一样 哎呀 不管我有意无意啊 伤害众生 或恶心 或恶行啊 我真正的都忏悔 我知道我错了 这忏悔的力量很大 佛陀曾经在讲 诸庄严当中 惭愧庄严第一 我们人间啊 所有的善根 有很多种 有一种是什么 惭愧心 你真正要知道自己错的话 那个也是善根 所以惭愧庄严 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第二个 你也可以在跪着念 普贤行愿品 或念八十八佛 忏悔文 第三个 假如你不能做 不能跪 那就请家人跪在佛前 念给你用听的 一样你会得到功德 这里听表示你还活着 还没有断气 这个也可以忏悔 第五个 诵经还是一样 劝你们念 普贤行愿品 选的经 要选你熟悉的 不要平常乱乱选 很多灵友都会说 哎呀 听说这部经 很功德很大 那临终的时候 你再念不太好 要选你自己熟悉的 当然你也可以念 普门品 也可以念金刚经 也可以念阿弥陀经 师父也随喜 但我个人的经验 最好是念普贤行愿品 加油加油 所以你要选你自己熟的 你才不容易念错 你才会生欢喜心 这是第五个 诵经 第六个 回向 那就是这次讲义里面的 第六页 极乐净土 精简发愿文 请你念三遍 所以当你送完经完以后 你就念经 念回向文 灾界沐浴 把灾界沐浴 忏悔发愿功德呢 一起 A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B 回向给无上的菩提 C 回向给无上的实际 就是真如本性 这三个意思 请你听 普贤十大愿 跟普贤行愿品 我就不重复 那注意听 这里师父会建议 先回向 再念佛跟念咒 跟一般的顺序是相反的 因为一般顺序 回向是最后一个 可是这里是因为 让你先把前面的功德 回向 这时候 你心会更清静 正念分明 这时候 接下来呢 你就开始念佛 给我念咒 所以就进入 第七个阶段 就不要讲话 就开始 回向以后 就不可以讲话 就念佛 念咒 一直等到 阿弥陀佛回现前 这时候呢 有些人呢 可能呢 久一点 十五分钟 或到三十分钟 极乐世界就现前了 他就告诉你 佛来接引我了 他就走了 他很欢喜 有些呢 五分钟呢 就走了 如果你修行很好的高升 五分钟啊 一摊子 他就走了 但是有些呢 也因为业力的关系 你念了很久 哇 还不走 那怎么办 导致他业力不稳定 那要继续念 这个时候 连友要轮班助念 每两个小时一班 注意至少要一个人 不可以只放念佛机 因为念佛机是没有意识的 No consciousness 这些是很重要 希望你耐心听 虽然时间有点晚 我知道 为什么这牵涉到你临终 我公开回答很多人的问题 我也把它整理 很多人以为说 我们啊 很累啦 念佛 那怎么办 你排班 两个人 一个人 两个小时 一班 最少一个人 有两个人 三个人更好 那要看你的福德因缘 但是不可以说 念佛机放到那边就走了 念佛机没有意识啊 假如念佛机可以往 念佛机你放着 它就会往生的话 那我跟你讲 那所有念佛机 都长翅膀去极乐世界了 所以最大的用意是什么 念佛机提醒你 念佛统一 所以假如在断气的 一个小时 它很乱的话 你可以敲饮庆 敲的时候 敲的时候 敲的时候呢 注意不要敲两个字 敲一个字 佛就好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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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虔诚 我也观想阿弥陀佛 放精光 还有念的速度不要太快 一般人注意听 东南亚的呢 都是敲阿根陀 不太好 注意听 我教的这个方法 是夏连居老居士 教黄念族老居士 黄念族老居士 教他弟子的 你看看再听 假如你敲两声会比较吵 因为要断气的人 心力啊 都是很微弱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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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哪一个好 前面好还是这个好 对 这有道理的 所以隐庆隐庆 叫引发善根 所以因为你的心 很虔诚的念 出声音 再加上观想 所以在亡者的人呢 他若断了气的时候 听好 他刚开始 每个夜不同 刚开始可以听到声音 到最后 他的根啊 耳根不灵的时候 他只能感受到 心跟光 尤其当他呢 身心已经分离的时候 他是听不到 这个世界的众生的声音的 他跟你讲话 你也不知道 你跟他讲话 他也无法沟通 他就像孤魂野鬼一样 有 但他可以感受到什么 你的心跟光的能量 所以为什么说 不能只放念佛基 你放念佛基的目的是 要让活的人一起统一 不要念错 所以住念至少两个小时 或一个小时也可以 但一定要有一个人 要有一个人很虔诚在念 大家轮班一起念 所以因为念佛基是没有意识的 那佛字呢 最好挑自在第二个声音 这样子的话 他的心刚刚好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四个字 不要念太快 你自己觉得念得可以 可是往生的人 他四大分离的时候 太快了 他会心很乱 那你呢 你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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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敲一声的时候 刚好四个字延长 下个呢 又刚好再敲一声 这样就会很庄严 希望各位联友 先实验这个方法 我没有说你过去的是错 但是我提供一个更好 夏老居士跟黄念祖老居士 教这个 敲在驼字 而不是敲在阿跟驼字 这个很重要 音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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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